樓市氣氛薄弱 大型藍籌屋苑造價下滑 周宇聰太古城有低層三房戶 僅以940萬元售出 尺價跌穿1.2萬元 尺價低過新界樓 天水圍嘉湖山莊 亦有三房單位以450萬元成交 尺價險搜8000元 中原地產資深區域營業董事趙雄運表示 太古城現供各極低層裏室 實用面積785方尺 三房間隔 單位早前以1270萬元放盤 7月初減至1050萬元 最新以940萬元沽售 尺價約11975元 累減330萬元 或26% 根據資料顯示 新界指標屋苑之一的沙田第一成上月 至今六得的三房單位買賣 成交尺價達1.26萬至1.5萬元 可見最新成交的太古城單位尺價 較新界樓更平 趙雄運解釋 該單位客廳外接公家平台 近年管理處以嚴禁住戶私自使用平台 而且單位外望景觀欠佳 故影響造價 據了解 原業主於2012年2月以680萬元買入單位 持貨約11年半 次次沽出帳面賺260萬元 賺幅約38.2% 天水圍嘉湖山莊翼陸低價買賣 圍景湖居8座低層H室 實用面積550方尺 三房間隔 原叫價500萬元 減至450萬元成交 尺價僅約8182元 屬今年一月後屋苑尺價新低 原業主則於2009年2月以128萬元購入 持貨約14年半 賬面賺322萬元 升值2.5倍 長實 01113 由唐親海二上週二 平爆價開盤 令周邊地區二手市場冰封 輪區主要大型指標屋遠觀唐麗港城 昨日中陸親海二開價後 首中二手買賣 唯一座高層置室 實用面積522方尺二房戶 以690萬元放售一個月 減至630萬元售出 尺價約12,069元 減價60萬元 或8.7% 據匯豐銀行網上股價 上述單位股值700萬元 即成交價較股價低一成 原業主於2006年5月期210萬元買入 賬面賺420萬元或2倍 二手市場交投大減 部分業主不適涉讓沽貨 中原地產分行經理蘇嘉誠稱 元朗Grand Wireway就八座低層裏室 實用面積415方尺一房間隔 開價750萬元 放盤半年 濾減85萬元或11.3% 以665萬元沽出 屬屋苑入伙後一房單位身低價 拆價約16,024元 原業主於2018年9月以約840.9萬元一手買入 持貨約5年 賬面蝕175.9萬元離場 單位貶值約20.9% 北角老牌屋苑百福花苑亦六洩讓成交 世紀21日升地產聯席董事蔡嘉進透露 百福花苑安福各地層裏室 實用面積451方尺二房 以553.8萬元獲成折 拆價約12,279元 原業主於2017年9月以600萬元購入單位 持貨近6年 賬面損失46.2萬元 跌價約7.7% 神社會上的背景 祕密 設計 雖然